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31号 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在今年10月初的韩国釜山电影节上 导演陈可欣宣布他将成立自己的 泛亚洲影视制作公司Changing Pictures 他的目标是成为独立而且强大的 流媒体内容制作中心 排出全世界都能看的中文剧 他们计划在头四年制作五部剧集 目前已经签约了指导灵媒等等影片的 新锐泰国导演 还将分别和张子怡和甄子丹合作 长期以来 陈可欣可以算得上 是华语电影行业风向标记的人物 编剧史航曾经评价他是 少有的商业和文艺表达 以及时代社会感全都想要 并且真的能够平衡好的人 这一次陈可欣成立新公司的消息 已经宣布就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那么陈可欣所说的 泛亚洲制作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他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又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我们今天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 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首先来关注一下比亚迪的新动态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 比亚迪发布了今年三季度的财报 实现了1170亿人民币的营收 同比增长超过了一倍 利润也有大幅度的增加 今年前三季度 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销量 不仅超过了比亚迪自己去年全年的销量 也超过了特斯拉同期的销量 不过比亚迪汽车产品定价较低 盈利能力和特斯拉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 财新的分析认为 比亚迪已经巩固了在国内乘用车市场的地位 会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向海外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外看看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最新消息 在经历了半年充满戏剧性的波折之后 马斯克终于完成了对推特的收购 上周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自己抱着水槽走进推特总部的视频 并且配文表示 Let us sink in 也就是你品你仔细品的意思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马斯克在上周四用440亿美元 完成了对推特收购的交割 推特的股票从上周五开始暂停交易 并且将会在11月8号之前完成私有化 马斯克在入主推特之后 先后解雇了CEO帕拉格·阿格拉瓦尔 CFO内德·西格尔和法务政策主管 维甲亚·盖德 不过推特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披露的文件显示 马斯克需要向推特被解雇的高管 支付总计超过2亿美元的补偿 同时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示 马斯克已经下令在整个公司范围内进行裁员 在公众最关心的言论审查方面 马斯克宣布将会组建一个新的内容审核委员会 在这个委员会召开之前 不会做出任何重大的内容决定 或者是恢复被封禁的账号 下面关注一下苹果最新的财报 美国东部时间10月27号 苹果公司发布了他们今年三季度的财报 和硅谷其他几家巨头相比 苹果算是交出了一份还不错的成绩单 在总营收和盈利方面都高出了市场预期 在这份财报发布之后 苹果当天的股价也大涨了7.5% 创下了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具体来看 今年前三季度 苹果总营收超过了900亿美元 同比增长8.1% 净利润超过了200亿美元 创下了同期净利润新高 其中iPhone仍然是苹果最大的销售来源 iPhone14虽然表现默默无闻 但是Pro版本却大受欢迎 也因此抬高了手机业务的销售额 另外Mac的收入同比上涨超过了25% 是这份财报当中为数不多的亮点 而受人关注的软件服务业务 在今年前三季度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苹果方面表示 这部分收入的减速 源于外汇的影响 以及数字广告和游戏业务的放缓 最后来看看即将推出游戏频道的TikTok 根据金融时报10月27号的报道 TikTok将会推出独立的游戏频道 用户可以通过TikTok主页上的标签 直接访问游戏 而频道内的一系列手机游戏 不仅可以展示广告 用户还可以为额外的内容付费 预计TikTok游戏频道 最早可能在11月2号的活动 TikTok Make Me Play It上公布 根据了解 TikTok的游戏频道 今年5月已经在越南展开测试 允许视频创作者链接到小游戏 点击之后 可以在弹出的网页浏览器当中游玩 另外TikTok已经和10多个游戏开发商达成合作 合作者包括Voodoo,Nitro Games和AM Lab等等公司 去年11月TikTok曾经和游戏巨头Zynga合作 推出了TikTok独家游戏Disco Local Sandy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客气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起来聊聊 陈可欣的泛亚洲制作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 10月初 导演陈可欣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宣布 将会成立自己的泛亚洲影视制作公司Changing Pictures 根据Variety的报道 她已经从亚洲渠道筹集了九位数的资金 能够让美籍的制作经费 达到远远高于亚洲平均水平的250万美元 在预算的支持之下 公司将会专注于拍摄版权剧 也就是制作完成之后 再卖给流媒体平台 而不是平台头前定制的剧集 陈可欣希望Changing Pictures 未来能够独立于流媒体平台的制作资金 制作许可和编辑限制 在开发和创作上有更大的自主性 目前已经公开了第一批五个剧集 作品预计在四年之内和观众见面 许多人对Changing Pictures表示关注 他们希望知道 泛亚洲制作 也就是整合亚洲影视资源 拍摄影视作品 是不是真的能够为华语影视 闯出一条新路 培养出更优质的创作者 以及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不过除了新公司之外 陈可欣本人也是这件事情 被寄予厚望的原因 他在90年代就提出了泛亚洲计划 并且在2000年成立了 Aplause Pictures制作公司 和亚洲各地区的导演 以及团队合作 其中的三更系列 让中国香港 韩国和日本的电影人 合拍同一个主题的电影 开创了亚洲电影的先河 20多年之后的今天 陈可欣想要再用 泛亚洲的制作理念 继续自己对于电影的追求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除了内地市场的因素之外 亚洲影视行业的创作环境 在近几年发生了什么改变吗 变化之一 本土市场以外的观众越来越多 当凤俊浩岛演 凭借着《寄生虫》 获得了2020年金球奖的时候 他在致辞中 对海外观众说道 只要跨越那一寸高字幕的障碍 就能够享受更多的好电影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 由于游戏 逃兵追击令等等聚集 也推动着韩国的影视作品 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的走红 观众们比以前 更愿意跨过字幕带来的限制 拥抱甚至是渴望亚洲内容 日剧 泰剧和台剧 虽然在规模上不及韩剧 但是也在近几年来 获得了更多本土市场外的观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近年来一系列亚洲作品的成功 也体现了亚洲的创作者 逐渐找到在本土市场之外 走红的方法 而亚洲的电影工业 也具备了实现这些想法的实力 对于海外 尤其是西方观众来说 亚洲影片不再是 只能在电影节上出彩的东方来客 也不仅仅局限于武打片 文艺片的刻板印象 一些作品已经成为了 何嘉欢电影 甚至是一种新潮流的符号 不仅在受众的数量上迅速增加 还能够向流媒体订阅 衍生产品等等 商业价值上转化 变化之二 流媒体需要优质的亚洲内容 市场变大的另一个解读是 流媒体用户数的增加 这和各个流媒体平台 对亚太市场的重视有关 从2020年开始 亚太地区就是 各家流媒体增长的加速器 以奈飞为例 2020年 亚太地区的付费用户数量 新增93万 比2019年高出了65% 营收同比上升了62% 而在欧洲和中东的营收增长 只有40%左右 尽管目前 奈飞的增长趋势已经放缓 但是亚洲仍然是公司财报当中 用户数量唯一增长的地区 同时奈飞还加大了 对亚洲增长的发动机 韩国的投资 在10亿美元的制作资金之外 还计划投资 1亿美元打造特效制作 等等后期公司 奈飞亚洲的成功 自然对其他流媒体平台充满了吸引力 Disney Plus 在去年年底宣布 将会登陆韩国 中国台湾和香港市场 并且会在明年之前 在亚太地区推出大约50部的作品 其中包括和B站联合出品的正义的算法 Apple TV Plus 也在去年推出了自己的韩语原创剧集 除了西方的传统玩家 瞄准东南亚市场的香港流媒体平台 也在发展 香港的My TV Super和ViuTV 已经吸引了王金等人 回港拍摄网剧 李泽凯创立的ViuTV 还成立了工作室深度绑定导演 签下了杜琪峰和郑宝瑞 数量众多的流媒体 在亚洲竞争的核心之一 就是对好内容的争夺 既然人人都想要做出 鱿鱼游戏这样的爆款 和本土优良的制作团队合作 非常重要 从流媒体内容供应商的角度来说 这也显然是一个好消息 变化之三 创作者认可流媒体平台的价值 在2017年一个主题为 《工匠精神》的论坛上 陈可欣曾经和北京大学电影 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景华 就为流媒体拍电影这件事情 有过激烈的讨论 戴景华认为 失去影院等于丧失了电影 到时候就可以宣布电影的死亡 而陈可欣的观点是 内容比再提更加重要 当年轻人投身网络的时候 电影创作者应该与时俱进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随着流媒体和影视行业的合作 不断深入 许多原本对于流媒体小屏幕 抱着谨慎 甚至是排斥太多的创作者 也逐渐认可了流媒体的价值 一方面流媒体播放 脱离了影院的空间限制 能够为创作者提供更大的空间 此前美国导演 马丁斯克赛斯的电影 《爱尔兰人》 由于不愿意妥协 三个半小时的时长 项目在好莱坞多次被拒 最终通过奈飞才和观众见面 和《爱尔兰人》的遭遇类似 陈可欣这次通过新公司 和张子怡合作 时长大约四个小时的 《降员弄杀夫案》 也曾经在2016年短暂启动过 但是最终 还是没有得到 院线投资方的支持 另一方面 流媒体平台作为成熟的 国际发行商 摆脱了院线发行过程中的 干扰因素 在陈可欣看来 电影已经不再是 面向普通观众的盈利模式 发行排片等等环节 被太多的资本绑架 加上大数据的使用 观众能够见到的电影 只会向某一特定的类型倾斜 这也让一些影视工作者 忽视作品的质量 选择以数量盈利 而流媒体的发行过程 比较简单直接 这对于创作者的工作 和盈利模式都更加的友好 相比于20多年前 陈可欣这一次 泛亚洲制作的尝试 在上游具备了 更强大的制作能力 在下游打通了 更加国际化的发行和市场 创作环境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不过参考之前流媒体 在亚洲一些项目的表现 也可以看出 陈可欣想要跑通这个制作模式 还会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首先作为专注版权剧的制作公司 要在没有流媒体和电视台 做靠山的情况下 在前期投入大量的资金 并且为此承担较大的风险 为了卖出一个好价钱 公司在保证团队和作品 高质量的同时 还需要权衡观众 和流媒体平台的喜好 此前演员贾静文 曾经投资1.2亿台币 大约是2700万人民币 制作了台剧《妈别闹了》 然而在剧集杀青之后 一直和各家流媒体 谈不拢价格 最终制作方 只能以亏损700万的代价 以十级大约2000万人民币的价格 将剧集卖给了奈飞 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 能否吸引到好资源 也是一个问题 好资源需要得到 国际资本的认可 而一个创作者 在本土市场上的影响力 往往不能直接转化为 国际融资的能力 比如说《少年的你》 这部电影的编剧 许岳珍 就一直在寻求 国外流媒体出售剧本 但是始终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另外流媒体 在许多地区和电视台 也是处于竞争状态 这就要求演员 在两者之间去做取舍 奈飞在亚洲区大热的日剧 《全裸监督》的两位主演 不仅没有吃到剧集的红利 而且还丢掉了 不少日本传统电视台的资源 最后 韩剧的走红能否被复制 还需要打一个问号 陈可欣在采访当中 曾经说过 韩剧现在全世界都在看 那为什么不看中文剧呢 许多人认为 这个提问过于简单 忽视了韩流在欧美耕耘 几十年的背景 比如说由于游戏当中 运动服 糖饼等等符号 其实早就通过综艺等等方式 被特定的受众所熟悉 做出全世界都看的华语片 是需要花时间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传播语境的 那聊到这儿了 我们很想来问问你 上一次你走进电影院 是在什么时候呢 你会看好陈可欣这一次的尝试吗 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生动早咖啡 我们在这周三 一早再见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 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 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 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了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 下次再见